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說 安勞院舍工不應求是愈追愈落後 要千方百計增加供應 如果大幅度增加人均面積 會令到將來縮位供應減少 在理想和現實之間要作出平衡 先程鋒報道 在香港上安享晚年不是那麼容易 即使排到安勞院舍縮位 很多環境都很狹窄 現在法例要求院舍人均面積 最少要有6.5平方米 社署的工作小組正在檢討中 有團體要求增加到8 甚至是16平方米 勞福局局長羅志光說 大家要平衡理想和現實 用到16米這個水平 不要說老人家安勞院 我猜大家不知哪個家裏 有16米平均一個人 如果是8米作為一個標準 就可以有8米一張床 一變變16米 只剩下兩張床 一張床 我還在追緊落後 甚至現在越追越落後的情況 如果我去大幅度增加面積 我將來提供到的縮位都會減少 所以那個所謂越追越落後的情況 只會更加惡劣 羅志光說 要應付新增的需求 本港要每年建大約7間安勞院設才夠 不過現在每年只建2、3間 要千方百計增加供應 政府上個星期賣出一幅地 低級條款包括要建2個安勞院 建好之後會交由非政府機構營運 據說由私人發展商興建 整個過程可以少過5年就建好 雖然快過公共項目 不過都要下屆政府才供應到 將來是否有更多賣地項目 會加入安勞院條款 羅志光說 要留待發展局在適當的時間公佈 有線電視記者 閃情報告